一会儿我跟小鸡准备去发货 天突然降起了大雪 雪花特别的大 快点赶紧 跑两倍 吃饱了大爷 都吃奶了 吃吧没瞧的 没事 都不用 千万别往屋里整 行 你就搞到里就行 别让大阳进卷了 就给大阳进卷了 行 货打包好了 准备骑三车车去发货 一下雪结的冰都看不见了 路更难走 准备去发货去 现在得小心点 看下面的雪 只有我们一个三车车在走 远住了 现在都已经下冒烟了 这位还小了 估计又得下一天 去买东西 行 这门口有个卖单饼的 我们买个单饼去 行 他买了一个老虎餐 还说的当中有吃 就去买了些水饺 完了回去煮着吃 马上就要到家了 到家赶紧喂羊 羊已经估计饿得呃呃叫了 刚回来 马上要11点了 现在羊饿得呃呃叫 鸡蛋也没有捡 完了 也饿啥也没有喂了 炕也没有烧了 饭还没有做了 一堆事忙不过来呀 小鸡刚给羊整了吃的 准备把羊给喂一下 刚到家把羊给喂一下 哎羊饿的 熬而掉了都快 刚下小羊已经可以炸了 真厉害 我来捡鸡蛋了 出去吧母鸡 这上面有仨 还热乎呢 这下边有一个 也是很热乎的 今天早上捡了4个新鲜的鸡蛋 应该都是刚下的 捡了4个啊 啊 可短和了 可厉害了 两下都淡起来了 非常的壮实 先把屋里的地给戳一下 先下雪 烧柴做饭 吃柴不好着吧 往下边 之前我叔准备好的名字 这一天天的炭累了 那鸡 我们俩买了点水盆煮一下 家里活太多 就不再做了 这么长时间水都没有烧开啊 再添这根吧 从早上起来到现在 忙到现在我都不饿了 终于烧开的 吃下啥事的呀 吃下酥的 老虎菜上去 有点三滚啊 素菜鲜 不知道啥东西 韭菜 鸡蛋肯定是有 顶多放两个虾米 马上快要12点了 刚吃早餐 这是一个老虎菜 还有两份饺子 小鸡的是素馅 我的是肉馅 没有自己家煲的好吃 这上面有没有写手工啥的 是吗 啥能给你煲手工的吗 好吃吗 还行吧 就是可谢谢你 我素馅的也是 你尝一个 这哪有酸馅呀 这不就是菜鸡蛋吗 嗯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了 吃完饭之后 还要继续忙别的 太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个赞哟 很欢迎订客 这个开火 这个解释项 还这么楽 och benz redeem 冰箱 谢谢 咱们 咱们 吃 吃 谢谢大家